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后就算要见他 也必须带上我 好 你这么喜欢看动物世界啊 你回来了 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大餐 我吃完饭了 既然你不吃的话 那看来 我只能一个人享受了 你没吃饭啊 我都说了有事嘛 哪儿空吃饭啊 你不是跟黎曼 你怎么知道 我还知道 你昨天也跟他在一起 你在我身上装到监控了吧 没有 看来这个女人的第六感 还真的是不容小事啊 自从黎曼出现以后 你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虽然你不肯承认 但是我 智商正常逻辑不差 还是能够拆除你们之间的关系 那既然你这么神通广大 你应该知道 我现在已经跟他没什么关系了 没有关系开会开到一半走人 没有关系放我哥子去见他 他是因为家里有事儿 我去帮忙 等等 你刚才 是在兴师问罪吗 我是失约了 但是我提前告诉你了 况且 咱们之前说过的 互不干涉对方的私事儿 我们之前还说过要对外隐婚呢 你不是也没经过我同意 就在公司公开了我们的关系啊 你现在怎么越来越伶牙立嘴了 你晚上吃的是枪药吗 反正你现在跟林曼的事儿 公司全传开了 谁传的八卦啊 把名单给我 还不是你提供的八卦来源啊 搞得大家都以为我现在被你绿了 就算是假的 你也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你女朋友的身份 我听懂了 那这样 明天我就去公司 去告诉他们 告诉什么 告诉他们 你什么颜色的帽子都有 唯独没有绿色的 唯独没有绿色的 这个不用你说 我自己会说 那你想要怎么样 我希望你 以后 不要跟林曼单独见面 她可是一级的代表 那就搁退一步 以后 就算要见她 也必须带上我 好 你答应了 我不答应的话 你能要我好好吃饭呢 太凉了 我给你热一下 哎 凉了挺好吃的 不用说 那个 我也想 吃点 不行 你刚刚已经拒绝我 所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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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